那就於整個都市計劃的部分 我們邀請尤耀華教授 來來談談看 這條路跟都市計劃之間的關係 我們掌聲 大家好 我想我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站在這邊 是要思考的是這條道路的定位 台中是 這個是台中縣時代的產品 其實那時候我們是可以理解 因為台中縣20個鄉鎮 從縣政府的角度 他會希望說每個鄉鎮 多多少少跟你做一點東西 可是呢 就是我們從前年年底 升格直轄市 那個時候其實應該重新面對 這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下面下去 是大度的相接計劃 事實上它就是 從一個小的地區 要串聯到 經過這一條路要串聯到 原來的台中市 原來台中市 這個是當時的思維 可是升格直轄市之後 台中市現在30個都市計劃區 面積大概是5萬多公頃 其實只要在那個都市計劃區裡面 好好的開發 就可以裝300萬人 然後現在大概住了230萬人 也就是說我們那個5萬多公頃的都市計劃面積 其實還有70萬人口就在裡面好好的建設發展 大概還有70萬人口的這個承載量 然後我們從一個小小的相接計劃 大度這個相接計劃要串到原來的台中市的都市 花了這個市益 去蓋了這個接下去之後 有將近5點多公里的這個道路 它的效益是不存在的 所以剛剛提到說 可能它的生會有一些生態的效益 就是破壞性的效益 可是反過來看 當一條大路 你希望它是有正面 這個那個帶動地方發展的效益的時候 這個效益是不存在的 因為為什麼 我們真正要開發的地區 事實上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可是呢 就是因為政府長期低度漠視它 導致它 我們現在很多都市計劃區裡面 都沒有好好的開發建設 就竟然是搞到這個地方來 變成是一個非都市的土地 然後在這個地方 這個把這個路破壞完之後 事實上是不可能帶動人口進來 雖然說市長去年曾經誇下海口 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個地方 事實上是市長是希望去行銷 做一個大學程 這一條路它是要變主軸 未來如果真的有大學入住 就要打屁股 這是一個錯誤生態示範的這個道路 結果竟然是在我們的市長的口中 變成是一個大學程 他去年是這麼公開這麼講 誰願意到這個地方來啊 他要送100公頃給他蓋大學 這是去年的一個錯誤的講話 為什麼講說這個很重要 三下這邊這個台中港特定期計劃 從1971年是一個新市政 1萬7千多公頃的台中港新市政 已經躺在那個地方40年了 40年了 現在人口只有26萬 只要裝58萬人的 結果我們把它搞了40年之後 現在人口只有26萬 不到一半的開發規模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就很希望說 有應該要開發集中的地區 就要集中在台中港特定區裡面 也不要集中在這個太過度 集中在七級跟他七級旁邊 這個呢 事實上才是我們改制為直轄市事後 應該有的所謂的施政思維 所以我這邊簡單講 就從都教的角度呢 這個這一條路是 from nowhere to nowhere 就沒有意義了 那雖然市長去年講說 搞個大學來當個地標 或許可以帶動這個地方的發展 問題是 這個不是一個理想的大學的區位嘛 進駐這邊的大學 等於就是 第一步就走錯了 怎麼可能變成是一個好的大學 所以另外一個我要強調的是 所有的開發建設 應該是要往 我們已經預留好要開發建設的地方 像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是一個重要開發建設的地方 那現在是被第一度利用 所有的東西集中在 在原來的台中市裡面 特別是在積極重畫區 這也是一個錯誤的 這個建設思維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改制為直轄市啦 是一個二十二萬公頃 將近快兩百七十萬人口的大都市啦 我們不應該再用過去這一種 我蓋一條路 好像送給居民 一個好像感覺上是有建設的東西 而完全沒有升格 我們的建設思維完全沒有升格 最後我要問啊 當我們提起 為什麼要提起這個公民訴訟 是因為 蓋一條路示意是很簡單的 這一條路未來要養護啊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看一下它的編溝的設置啊 這個未來 是水到底是要往那邊走呢 還是往這邊走 這個都開這個路之後 本來這個是可以涵養山林的 這個水保計畫拖了兩年 為什麼拖了兩年 這過不了嘛 大陸山的邊沟 事實上本來都是在吸那一些必要的水的 結果現在啊 又把這個地方打開了 所以大家就等著看 如果這一條路真的不信的 他們是堅持在非法的情況之下 堅持要把它做下去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新的水路了 所以這一點我要提醒 後續的維護管理啊 我們在擋住它的同時啊 它如果強迫要開 我們要盯住它的維護管理 這次會是一個 另外一個大災難 謝謝 謝謝劉教授